因為賣了以後 已經有整個教育完成了 所以我們同仁就很高興 因為賣了以後超過我們原來的疫情 所以很高興也跟董事會報告 也在董事會裡面做了報告 所以不應該有什麼問題 那麼他一直拿著說 處理以後超過三億 作為批判我們的行為 我想這個對我們的同仁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而且不道德的 因為這樣子以後所有人就沒有辦法去放手 去做他應該去處理的行為 這是一個很不道德的事 因為一直叫抹黑 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他如果真正的沈士龍要到公司來做董事 他就有多少股票那就來選就好了 他用抹黑的方式 就是希望去得到 我是很納悶 我會說一個人可以做到這麼毆臭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行為 好吧因為... 好奇怪的... 在廣東下嗎... 是一個很奇怪的嗎? 感谢观看